这绝对是会让所有女性心里都会留下严重阴影的一种经历 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深夜在停车场刚把车停好 而就在她毫无防备地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走向电梯时 不料在她的身后 突然跟上来一个走路姿势十分怪异的男人 可此时沉浸在手机里的她并没有任何察觉 直到男人突然伸出手一把抓住了女孩的小腿 此刻的她才瞬间清醒吓得直接跳了起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个满脸是血的男人在挣扎着向她求救 虚弱的男人一边喊着救命一边倒在了地上 等到警方接到报案赶过来时 求救的男人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法医对男人的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结果发现她的胸口被人给直接一刀捅进了肺里 这种伤口不但可以令伤者短时间内大量嗜血 甚至还会因为血液倒灌进入肺里导致无法大声求救 可更令秦明吃惊的是 当她又仔细查看了男人的双手和指甲时 发现上面没有任何搏斗或者挣扎的痕迹 而且口鼻和脖子上也没有被挟斥产生的压痕 这不禁令秦明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所有迹象都表明 凶手不但很了解人体结构 而且下手十分干脆利落 几乎在一瞬间杀死了死者 横检柯柯老难以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凶手 才能完成这一击毙命的一刀呢 很快 林队这边也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经理查看了周围的监控 令她意外的是 案发时间内停车场所有的监控画面都出现了雪花 她怀疑凶手进入小区 即使身上应该佩戴了大频率的电子干扰设备 仅仅从这点来看 基本可以断定凶手是提前有计划的行凶作案 横检柯根据死者身上的车药室发现了她的车子 秦明沿着地上的血迹一步步揣摩着案发时的情景 根据死者受伤后的行走路线和一旁车子上的血手印来看 她猜测男人应该是锁上车准备回家时 再走出十米左右就被潜伏在附近的凶手突然袭击了 而死者在凶手离开后男人并没有立即死亡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试图寻找求救 无奈又因为血液倒灌进入肺部导致无法发生 所以只能捂着伤口艰难地走向恰好在附近停车的路人 由于现场没有太多线索 警方只能尽快将尸体带回警局争取从上面找到突破口 可无奈一番彻底地检查后 秦明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任何凶手的皮屑或毛发 来到会议室 林涛已经调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被捅死的男人名叫侯耀祖 39岁 是本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财务经理 据说半年前他帮他的老板赚了一大笔钱 接着老板就一口气在案发的小区买下了六套房产 而死者所住的房子 正是他的老板当时直接奖励给他的 而林涛话说一半 秦明突然打断他并询问了他一个问题 假如他想要用刀杀一个人的话 那首选刺伤的位置会是哪里呢 林涛听后毫不犹豫地称自己肯定会捅目标的心脏 可恰恰因为这一点让秦明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 因为一般只是报复杀人的话 那行凶者为了确认目标死亡不但会瞄准要害 甚至会因为紧张或者愤怒进行赌刀 可这次的凶手却不一样 此人不但没有选择心脏 而且还只是捅了一刀后就自信地离开了 这种干脆而且令目标发不出声音的方式 不禁让秦明想到了一种战场上解决哨兵的手法 因此他怀疑这次的凶手很可能是一名职业杀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起案子极有可能就是满胸杀人 这样说来死者的社会关系就很值得调查 警员林档很快查到一条重要线索 他发现死者在半年前曾去过法院起诉他的老板居友 原因是因为当初创业时 居永曾答应分给侯耀祖一些股份 不过后来他反悔了 虽然在调解过后居永答应分给了他两套房子 而侯耀祖为了报复他 曾两次故意将公司的创意泄露给了竞争对手 为此他们之间一直都闹得很不愉快 再加上居永很熟悉侯耀祖的下班时间 仅仅从这两点来看 此人有很大的嫌疑 林档得到线索立刻来到了死者上班的公司 而居永听到侯耀祖遇害的消息后一副很意外的表情 他连忙向林档解释 虽然当初他和侯耀祖闹得有些不愉快 不过他也知道是自己失信在先 所以当初他才直接转给了他两套房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昨天晚上他一直在陪客户喝酒 回到家都已经快一点多了 不管是妻子还是他的女儿都可以作为他的证人 林档听后直接告诉他 警方现在怀疑的是满凶杀人 所以时间证人这点并不能说明什么 随后他们又从死者的同事口中了解到 半年前侯耀祖和老板确实有在工作中发生一些摩擦 但后来矛盾解开后还是一直齐心为公司工作的 而且侯耀祖平时为人处事也挺谦虚 所以实在想不出来他会有什么仇人 回到警局后 科老已经将死者胸前的伤口形状与数据库做了比对 结果发现这并非普通的匕首而是一种三棱刺刀 而这更加证明凶手就是一名非常职业的杀手 可满凶杀人一般不是仇杀就是情杀 而警方也已经询问了死者的妻子 他称侯耀祖一直都是个好丈夫 不仅顾家而且还把工资全部上交 而且在生活中也一直是个老好人的形象 那不足满凶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秦明这边担心现场有什么遗漏 于是带着林档二人再次来到停车场 可刚过来他们就发现不对劲 因为死者的车子竟然被人给开走了 林涛第二天调查后才发现是自己疏忽了 原来那辆车的主人并不是死者 而是他的老板居永 因为案发当晚居永要去陪客户喝酒 而他们又同住一个小区 所以居永才让侯耀祖帮他把车给开回家的 由于整个案发的过程都发生在车外 再加上车里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所以警员们就让居永将车子里回家了 秦明听后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带着林涛来到会议室 然后对比了居永和侯耀祖的照片 他们发现无论从身形还是着装二人都非常相似 而一般满胸杀人的雇主给杀手的都只是一些标签性的信息 比如身高体重和衣服发型 再详细一点的可能会有大概的照片 秦明猜测这次的杀手接到的信息应该有车牌号之类的提示 所以才误把侯耀祖当成目标给杀害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测 雇主真正想杀的人应该并非侯耀祖而是居永 重新确认调查方向后 林涛立刻带人再次来到居永的公司 而他们刚到这里就听见里面传来一声尖叫 另二人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居永竟然已经被杀手提前下手了 林涛看着桌子上的外卖箱子 他忽然想起刚刚出电梯时那个戴着头盔的外卖员 意识到不对的他赶忙下去追赶 不过等他们下来时已经不见此人的踪影 由于发现的及时 居永已经被送到了抢救室抢救 林涛上前安慰了他的妻子 并向其询问丈夫最近是否与什么人结怨 居永的妻子哭着说道 之前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很正常的 不过最近他感觉丈夫的情绪有些紧张 而且昨晚居永看到侯耀祖的遇害现场后 更是直接打算安排他和女儿出去躲避一段时间 当时他有询问丈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他却称知道的越少越好 仅仅从居永当时的表现来看 他一定是惹上了什么大麻烦 林涛听后立刻让警员们去调查居永的账户 回到警局科劳已经筛查了凶手逃跑路线上的监控 可无奈此人一直戴着头盔 只能从身形判断出身高大概1米75 体重大概130斤左右 而且嫌疑人应该提前摸查过周围的环境 因为他在跑出写字楼后很快就进入了监控盲区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科劳带人来到居永的办公室 他试图从这里寻找出一些凶手留下的痕迹 根据地面和桌子上血迹的喷溅分布来看 凶手应该是从身后趁其不被直接下手的 不过凶手整个作案过程很干脆 并未触碰桌椅留下任何指纹 除此之外 科劳还在居永的文件粉碎机里发现一些刚刚销毁的文件 回到警局他立刻对这些碎屑进行了拼接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科劳熬了几个小时还是渐渐地有了一些发现 可就在这时 刚刚睡醒的林涛突然鼻子有些发痒 他一个喷嚏直接将科劳拼好的文件给吹得稀散 眼看对方就要发火 林涛赶紧从这里溜了出去 又辛苦几个小时后 科劳终于成功恢复了那份文件 他担心林涛患事直接将这张纸给打印了出来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字可以看出 这是一封专门针对居永的恐吓信 而且科劳在公司时也询问了他的秘书 对方说是一个打扮严实的男人三天前从门缝塞进来的 不过无奈这封信的纸张和幽默都很普通 所以很难从这点确定他的来源 眼看案子即将陷入僵局 不料信息 科劳当在调查居永的背景时有了意外发现 他在九年前的报纸上找到一天关于居永的表扬信 当初有个名叫张大强的人 因为经营了一家地下赌场被警方给端了 后来更是调查此人曾失手打死过一个赌徒 而向警方提供他所有犯罪信息的人 正是如今躺在医院的居永 更巧合的是 半个月前这个张大强恰好出狱 所以林档认为这次买凶杀人 极有可能是此人对居永的报复 得到线索的林涛立刻带人找到了张大强的家里 而刚出狱的他看到这番阵仗直接大喊着冤枉 还没等林涛审问 他就开始慌忙地解释居永不是他杀的 林涛认为他是作贼心虚 于是立刻将他带到了审讯室 对于审问这种刚刚放出来的人林涛很有经验 他直接警告张大强 如果老实交代出那个杀手的信息 那么这次警方还会着急考量他算不算立功 可如果他不配合警方办案 那么直接就将他算作杀人的同伙 张大强一听赶紧说道 其实他刚进拘留所的时候 一直不明白到底是谁出卖了他 直到他从报道上看到被表扬的居永 才明白怎么回事 张大强怒斥居永简直真的是个小人 其实九年前他们还算得上是差不多的朋友 有一次居永做生意赔钱他还借给了他五十多万 可能是他在喝醉后不小心 受了一些自己找赌徒要仗时的事情 当时很落魄的居永应该是不想还钱 又担心自己用对付赌徒的手段对付他 所以就直接将他的赌场给举报了 而他咽不下这口气 从于有口中打听到一个名叫巴脸的男人 传说此人不仅专业还十分讲信誉 于是他便在出狱后直接找到了他 可张大强万万没想到巴脸竟然杀错了人 他担心事情闹得更大 于是就想着让巴脸先去躲一躲 但此人好像一副很有原则的样子 说什么完不成任务绝不收钱 出来审讯室 警方很快调查出了这个巴脸的真实信息 此人名叫叶二主 之前一直混迹在国外 六年前回国后一直在云南附近游荡 曾多次作案现在正被警方通缉 警员大员这边也去监狱找了那个向张大强推荐巴脸的御友 他称此人胆大心系信誉极强 一旦雇主说出目标就必须完成任务 林涛担心此事昏迷的居永出事 于是立刻带人赶到了医院 可就在他们确认居永的安全后决定离开时 不料警员小宇发现对面的楼上好像出现一道闪光 秦明等人赶过来一看 确认是有人在用望远镜监视着居永的病房 林涛察觉到异常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而秦明则守在这里确保居永的安全 片刻之后 林涛几人来到了对面大楼的屋子 警惕地他们对这里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结果发现屋内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望远镜 此时的林涛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 另一边的病房恰好有医生过来为居永换药 起初秦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直到他留意到了医生眼睛上的刀疤 他感觉不对上前制止 不料这个医生突然发作开始对他下手 眼看他针管里的毒药就要扎进到秦明体内 秦明用力反抗在病房与其发生搏斗 可他明显不是训练有素的八脸的对手 再次败于下风的秦明拼命抵抗着八脸的刀子 关键时刻铃铛二人及时赶到直接用灭火器 将男人给轮晕了过去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